大家好 新的一年开始了 来看一下2023年的整体运势吧 抽了7张牌 因为是单一的牌 信息不是很全面 而且条件比较简乐 顾且听之吧 纯属娱乐了 下面是7张牌 1 2 3 4 5 6 7 拼感觉选一张就行了 不用过多的犹豫 这个闭眼五秒 然后选一张就可以了 假如选的是一号牌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呢 说明在这一年 整体会有明显的好转 就相比较22年来讲 明显的转变吧 如果说22年没什么工作了 或者说这个 一直在找工作 没有合适的 那么在这一年的情况 会明显的改变 就容易找到嘛 万物从一开始嘛 这是一号牌了 而且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在这一年啊 身体 就是体重啊 也会明显的增加 可能 比如说工作了 那也要加班啊 加班加点啊 或者有的时候 为工作劳累啊 运动的少了 自然而来就容易 体重啊明显的增加 那就要加强这个 锻炼啊 健身啊 合理的饮食啊 不能够啊 因为工作缘故 或者什么缘故 天天在办公室里做着 那么这张牌的话 就需要注意一下体重的问题 那对于女性来讲的话呢 嗯 如果说备孕很久了啊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 就容易怀孕啊 这是好事情了 如果说哎呀 没有这个打算 那也需要注意一下了啊 呃 在这一年当中 对女性来讲 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这张牌啊 其实比较有利于学习 这种 碰论啊 就是煮饭的煮饭也好 或者说圆艺啊 一些女性 呃 女性化比较强的一些技能啊 当然不是说 做饭都是女性的事情 而是说这个 你学习这个呢 能够静下心来去 去做做的挺好啊 做的不错 发展的都可以啊 这么个意思 所以在这一年 对女性 其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利的一点啊 适合去学习一些 呃 这种与家庭事物有关的 一些技能啊 这种差异也好啊 或者说碰论也行啊 甚至咖啡啊 学习煮咖啡等等啊 呃 能够学的比较的好一些吧 那这是一号牌 如果选择的是二号牌啊 这是一张保健骑士啊 那么表示说在这一年内呢 可能家里的问题啊 比较多啊 比较复杂啊 比如说财务啊 啊 经济啊 比较差一些啊 为欠财和烦恼啊 不用担心啊 要对自己啊 有信心啊 勇往直前嘛 也就是呃 大胆的去做 大胆去输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工资可能 你能力很强 但是工资 和其他的人比较和同行业比呢 还是偏低了一点 那么也可以直接表表现出来 就是说要求加工资 要求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 同时呢 也表示说 今年是有利于竞争的一年 比如说几个人 能竞争一个岗位 几个人竞争啊 或者很多人报名 去参加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岗位的面试啊 那就大胆的去做 容易成功 勇往直前嘛 虽然这个过程呢不是那么顺畅啊 这个风呢是逆着来的 那当然是这个比较的辛苦比较累 但是只要去做 看起来这个问题啊比较多 或者说表面困难重重 但是继续操作的话 会感觉到还可以啊 并不是很难 所以在这一年当中 要勇往直前做事情 虽然困难挺多的 比如财务啊 紧急状况都比较差 比如说之前打算开一个饭店啊 假如说开一个什么店铺啊 缺少资金啊 或者说这个环境呢也不是很好啊 政策不是很理想 那么在这一年呢 可能也就会放宽 一或是这个明显的转 状况好转 那么大胆的去做 借钱也要去盖嘛 而不是说一味的求稳 这个一味的不变 我就是我就是保持原来的位置 那么会感觉到啊 内心的不安 因为都不是你预期想要的嘛 坐着坐着 内心也其实也是不太开心啊 这么一个情形啊 所以的时候好与坏 得看你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什么样的这个目标 如果目标只是说啊 我只要稳定 那么可能这这一年就不是很好啊 因为有的时候困难忡忡嘛 就需要求变 如果一直都很好 那你也不会去改变嘛 啊 这么一个意象 那这是二号牌了 如果选择的是三号牌啊 来看一下啊 这张牌呢 表示说你一直都在做事情呢 但是呢总是有一些阻碍 好像总是 不能够如愿啊 大门向你紧闭啊 机会啊 从你手上流失 但是今年的话呢 就有新的机会来了 如果说 之前没有工作 那今年可能工作都会来主动来找你 已经在上班的 已经有工作的 那么表示说在这一年内 会有所变动 比如说换了一个岗位啊 换了一个职位啊等等 或者说换了一个公司 都有明显的体现吧 这一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啊 做生意的话呢其实也是不错的 表示说可以去开拓新的业务 比如说之前都在某一个城市 现在可以去其他的城市开拓新的业务啊 为什么要开拓呢 因为做的挺好嘛 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 接下来就说我这个店开的不错 我要开分店啊 类似吧啊 我这个店做加盟的啊 现在开放这个其他的一个市场等等吧 会比较明显一些 尤其是在三月份啊 就是2023年的三月份 开始吧 机会会比较的多一些 但是也需要抓住他 而不是说一味的等待啊 就相当于说这 卡片上的人嘛 如果说只是对着大门 那这大门向你紧闭 你动也不动 你真的会动死在这个风雪月之中啊 那就需要向前走几步 会发现这个大门敞开 向你招手了 同样的在感情方面也是鲁丑啊 如果说有喜欢的人 那就积极努力去争取呗 那么在这一年就会努力 也会有好的一个结果 这主要的一个因素呢 在于动变动才行嘛 你要折动啊 这个大门向你关闭了 当前那个门关闭 走几步就有新的门出现了 有句话叫做大门厂关闭了 窗户厂开 同样的这个门关闭了 后面那个后门可能开了 一样的意思 刚才也说了感情也是如此 所以总的来讲 还可以吧 好几不好也得看能的这个所处的阶段 如果还是在上学的 那感觉到 因为上学的话 你不可能说我今年提前毕业吧 这不现实 可能就会困难多多 一直在某一个这个 比如说参加高考啊 可能会很累很辛苦 好像攀爬高峰一样的感觉 就需要坚持吧 那没办法 每个人都要尽力的 这是三号牌了 如果选择的是四号牌 那么表示说在这一年内呢 可以理解为当前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 尤其是经济条件可能比较差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困难也比较多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机会吧 但是 是需要你大胆的去做的 或者说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什么叫详细的规划呢 比如说之前打算开个店 但不是说我只要去做就成功了 这不可能就需要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这个比如看饭店也好 或者看什么店也好 又有个详细的一个规划 而不是说一拍大腿 说干就干 这个在困难之中这个前进 这个的话那很难成功了 因为星星嘛 本来就是这个光亮是比较微弱的 不像太阳不像月亮 这种的话就是 尤其是这个星星 它是需要伴随月亮出现 那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详细的 信心代表 信心点点嘛 需要做一个详细的这种策划 或者说这个规划好才行 然后呢 像银行贷款 或者说亲朋好友借钱 都可以 一个人可能不行 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弱小的 就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 比如说这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做 一起去干 一个人不行 两个人咯 自然而然 他就容易成功 就是说借助他人的力量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位的蛮感 这个方向不对 所以你再怎么做都是错误的 这么一个状况 一切都不是那么的完美 都可能有一些美中不足吧 这很正常 只要这个大的方向是好的 那就够了 所以在这一年 适合去创当 适合去创业 但是需要 做一个详细的这个 规划才行 比如说留学也是啊 你的留学他都是要求有规划的 你所选的这个专业 所选的学校 你未来做什么事情 打算做什么事情 打算去哪里发展 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才行 对于个人的这种未来的规划 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 一种体现吧 大致是这么一个状况 不能够一味的蛮感 这个不太现实的 好 这是4号牌 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需要 合作 共赢才行 如果你选择的是5号牌 这张牌还是不错的 会让你感觉非常开心 因为你的梦想容易实现 比如说你是女生 和男朋友相恋已经很久了 今年可以进入 就是所谓的婚姻的殿堂吧 之前可能是因为条件不成熟 这个房子没有准备好 那么说在这一年呢 就容易达成这个条件 自然而然就容易结婚了嘛 这肯定是喜事了 如果是男生的话呢 那么男生以财为主嘛 所谓的钱财啦 工作啦 男的是以事业为主要的这个 个人的目标吧 那么在这一年代的话 比如之前都是打工的 那么今年可以说 哎我就不打工了 就自己干了 就单干了 原因是之前可能积累的经验呢 今年呢就会开发结果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有的人 比如说是在这个美容美发店 一直给别人打工 都很辛苦 积累了经验 那么在这一年呢 就可以说自己开一家美容店 美发店 因为有比较好的基础啊 当然前提的条件呢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 而不是说一味的求稳 和之前的一样的啊 不能说一直都待在原地 可以去突破一些 改变一些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个不错的 一年吧 所以呢 理想 梦想 都能实现 那自然无然 会感觉到一种快乐 所谓的快乐 不一定是说赚多少钱 而是说长久期盼的事物 实现了 那是最为快乐的 大致是这么一个 意向 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说 长久以来的这个梦想 或者说 也一直要去做的 心心念念要去做的事情 那在这一年呢 这一年呢 可以去做 而且容易成功 主要的这个 要求呢 就是说要有这个想法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 什么都不想的 埋头苦干 那会感觉到 哎呀也就是很平常的嘛 所以 好与坏 得看人的这种心态 各人的想法 因人而异 所以 整体来讲的话 这一年还是不错的 总之要坚定信念 要相信自己 那就 而且是付出于行动 成功 是比较容易的 这是五号牌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六号牌 那表示说 之前可能做的工作 都不是很稳定啊 或者说 都就是临时工 工资少 而且 工作很累 很辛苦 一直都想辞职 一直不想继续去做了 那不用担心 这一年呢 会让你稳定下来 那为什么会稳定吗 那肯定是说符合自己的理想中的某一些这个要求嘛 不一定说 特别完美 那最起码比之前要好啊 这么一个意思 今年就是说一种稳定的一种状况吧 生活会更加的稳定 之前临时工啊 或者说之前都是实习的 那今年可能就能够 尤其是在国外啊 那种 都是 没有 比如说工作签证还没办下来 那么今年的话工作签证就容易办下来 就可以这个 认真的去做事情 就会有相应的回报 之前实习啊 那肯定工资啊 待遇都会比较少一些 那感情也是如此啊 比如之前是分分合合的感情 或者说长期异地啊 不稳定的 那么在这一年呢 也会有明显的改变 同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有的时候啊 同样的人也好了 在不同的时间点内 想法也会发生明显的转折 所以今年的话呢 呃 适合于说求稳 按定 如果说 要去开拓创新啊 我要去这个闯荡一番 那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可能就四处碰壁了 比如做的 比如你之前 就已经很好了 那么继续去做就好了嘛 之前已经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了 啊 甚至于说是这个 别人羡慕住的工作 那你说我要辞职 我要去这个外面闯荡一番 那可能说 啊 做了这个决定都会后悔 安稳 比如之前都是一个 四处飘 四处飘泊的 啊 那可以 啊 至少说能够让你 安定 啊 所以好举不好 还是那句话 看你说处的 什么样的阶段 啊 什么样的人 因人而异 啊 如果还是学生 那很好 啊 学生嘛 无非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学习学好 啊 我要考虑这个理想大学 理想的专业 那 都是 都是要求稳的嘛 今年呢 至少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馈 啊 这是 六号牌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七号牌 啊 来看一下 嗯 这张牌呢 表示说 今年呢 至少2023年吧 至少会有一次外出旅行啊 或者说 去远方 啊 这么一次经历吧 啊 旅行肯定是 或者度假也好 都是要快乐 要开心嘛 啊 这个也确实如此啊 享受生活啊 假如说你还是大学生啊 今年2023年即将毕业 啊 或者说一直都在找工作 都没有好的 那么 可以试着去 啊 别的城市 甚至于别的 啊 国家去闯荡一番啊 啊 那么 就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馈 啊 啊 呃 命理其实也是如此啊 无非就是时间和空间嘛 时间 就是说之前怎么样 去年 前年 那么今年怎么样 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影响啊 事物的转折嘛 还有一个叫空间 空间就是东边不行的 我往西边走一走 啊 这个美国不行的 我去一下欧洲 啊 类似就是从不同的地缘 这个就是和外出 啊 就尤其是说 比如说你已经有比较好的工作了 而且家庭也比较安稳 那么 今年挺好的啊 就可以安排一次旅行啊 让自己更加的这个身心愉悦嘛 放松一下了啊 现在还在找工作 那么很好啊 去远方去找 不要再进处啊 我在 我一直在上海工作 一直在上海发展 那可以试着去这个别的省份啊 甚至别的国家去闯荡一下 会更有好处吧 出去走走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人生感悟吧 这是七号牌 这种是一种变动 或者是享受生活的 一种乐趣吧 不要总是说 拘泥于某一个地方 一定就在某一个安稳的位置 说我就在这里干了 就算是这个工作很好 适时的给自己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该玩就得玩 生活如此嘛 不要说为生活生活太艰难了 好 就讲到这里了啊